最近有沒有關心一下海君姐 有啊有啊 一直都有跟她就是 訊息上面會聯絡這樣 那妳有問她有嗎 妳有問她有嗎 這個怎麼可能問啦 我們都只有關心 可是我們沒有問細節 就是關心她 跟她加油 會不會很辛苦 就是她自己都號稱 她自己是鋼鐵君啦 對啊就是她很堅強 朱海君自稱鋼鐵君 謝金晶謝近況 朱哥亮小兒子 180公分扁超帥 朱哥亮透過AI技術活了過來 和兒女謝順福謝金晶一起合拍廣告 他們坦言廣告中的衣服 是爸爸託夢要求的 還順帶透露朱哥亮小兒子 謝祐雲的近況 那個半夢半醒之間 我爸爸來給我託夢 你別再穿那一束 那一束不好看 你說用你繞我一束 就是這樣子 於是我們就臨時 不到幾天的時間 請爸爸生前的這個造型師 幫我們趕工 一模一樣 有一次她名誕 我們送給她的禮遺 就是剛剛影片當中的那一套 沒有 她確實是 對啊 她也畢業了 她之前 之前的那個疫情的 對 疫情的關係 整個的那個 好像都就是先暫停的樣子 你要慢慢來 應該 沒那麼快吧 而同門好姐妹 竹海君 因老公 NONO 捲入性騷衣運 謝金金也透露 他們私下的訊息 最近有沒有關心一下海君姐 有啊有啊 一直都有跟她 就是訊息上面會聯絡這樣 像她那一天 北投 不是 演出嗎 她演出前 我就說 寶貝今天演出加油 有 超好歸 有有有 她就是回謝謝啊 然後 給我一個愛心的圖案這樣 對 那妳問她有嗎 她理過 這個怎麼可能問啊 我們都只有關心 可是我們沒有問季節 就是關心她 就是跟她加油 會不會很心疼她 就是她自己都號稱 她自己是鋼鐵軍啊 對啊 就是她很堅強 半年前 謝金金因為推推車 帶狗出去 不小心正面 撇該下二骨頭 直接裂成兩半 她也大方秀自己的傷口 腳 為什麼是腳 是下巴啊 來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傷疤 我之前都貼那個 美容膠 吃硬的東西哦 我盡量不讓自己吃硬的東西 後遺症就是嘴巴打不太開 我現在 我現在最多 最最多就是 就大概到這邊 對對對 我現在要剪刀副的 現在還不 現在不需要了 但是沒有辦法髒到 很大 嘿